只见一只波斑宝被有损捕猎,虽然波斑宝体型比有损大很多,却被有损的利爪打得毫无还手之力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一只波斑宝正在飞行,疲倦的它降落在地上,准备休息一下,可就在这时,一道黑影闪过,波斑宝的羽毛就开始漫天飞舞, 站在原地的波斑宝被突如其来的攻击,搞得有些手足无措,就在它还未缓过神来的时候,又遭到了攻击,到底是什么东西,速度如此之快。 一脸茫然的波斑宝,只想赶紧逃离此地,可是没跑出几步,又遭到了攻击,这速度犹如闪电一般,波斑宝想反击一下,都找不到对手在哪儿,气得他只能在原地转圈, 波斑宝此刻心里估计在想,是哪个不讲武德的,有本事光明正大的来单挑啊,就会背后下黑手,然而对方根本不会理会波斑宝的想法,继续对其展开突袭,波斑宝被几轮攻击下来,早已被弄得头晕目眩,开始左摇右晃了。 最无奈的是,波斑宝连对方的毛都摸不到,单方面的被袭击,那攻击波斑宝的是什么呢?原来是一只空中猛禽,名叫尤笋。 别看尤笋体型小,可人家确实是非常厉害的猎手,其俯冲的攻击速度之快,可以明显地看到波斑宝在面对其攻击之时,毫无还手之力,只能任由尤笋欺负,在被尤笋多次攻击后,波斑宝已经是遍体鳞伤,而且尤笋是典型的趁你不要拟命的掠食者,他不会给猎物任何喘息反应的时间,又一次向波斑宝袭来。 波斑宝真的是太惨了,羽毛都快被尤笋给抓没了,然而波斑宝并不甘心,张大着嘴巴,气势汹汹的就向尤笋走去,双方站在一起之后,才发现这波斑宝体型居然比尤笋大这么多,估计波斑宝此刻的心里也是非常郁闷,居然被一个小个头给欺负了, 于是准备上前找回点面子,可不曾想尤笋体型虽小,面对波斑宝的攻击那是一点都不怂,直接就将对方干倒在地,没想到波斑宝这大块头,在小个子的尤笋面前变得如此不堪一击,被尤笋按在地上是一顿暴揍。 当然了,波斑宝也不想坐以待毙,拼尽全力反抗有损的攻击,可是有损的力爪深深地嵌入到了波斑宝的皮肉中,无论波斑宝如何反抗,始终无法从有损的脚下挣脱,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,力爪会越嵌越深,波斑宝也会越来越痛苦,加之不断挣扎所带来的体力消耗,最终波斑宝因为体力耗尽,加上身受重伤,倒在了有损的脚下,成为对方的口中之石。